这一切太可怕了 这场戏其实蛮有趣的 我可以开始看到 别人的内心世界的那一刻 我会害惨很多人 因为我一不戴下眼镜 他们的造型就要变 而且是很大的变化 今天你们也会看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造型 所以我是最正常的一个 然后他们是最不同的 这是我第一次演小丑 我记忆中 我这角色挺难演 因为他只是在女儿的 除下眼镜的时候 才看到妈妈的内心世界 那戏里的角色呢 我是一个乐观啊 就是跟人家蛮热情的一个角色 但是这个妈妈的内心世界呢 就像小丑一样的 偷偷的掉眼泪 并不是女儿表面看到的那么开心 其实画上一个完全跟自己不一样的妆 演戏是蛮容易投入的 挺过瘾的这个造型 我不想要 我不想看到别人的内心世界 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要保留了一些 就是私人空间或是一些秘密 我觉得那个我需要尊重 看到别人的内心世界 未必是件好事啦 这个世界已经很复杂了 然后再看到别人的内心世界 然后会觉得会不会更复杂呢 所以不要 超能力啊 超能力 隐形是不错的 当你想要给人家看到你的时候看到你 当你不想的时候你就躲起来 也不错啦 因为以我们的工作 曝光率那么高啊 加上隐形 超能力的话 应该是比较平衡一点点 如果我可以选择一个法力的话 我会选择the power of healing 然后就是大家 就知道谁有 就是谁生病啊 谁身体不好啊 或是怎么样的 我都可以发现到 嗨